Hello everybody 康熙大家都不陌生 作为清朝拥有最多老婆的皇帝 康熙足足有64位后妃 不论是成团出道的惠夷德荣四妃 还是极具神秘色彩的温西贵妃 他们都曾是康熙的心尖尖 然而 康熙老卑鄙晚年最宠爱的 却是位名不见经传的妃子 敦仪皇贵妃 华尔嘉世 这华尔嘉世究竟有啥魅力 竟惹得康熙宠爱她十几年 还深受雍正乾隆父子的尊敬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喜欢的宝子们点赞关注一波 敦仪皇贵妃 瓜尔嘉世 满洲相皇起人 老爹护满是个三品官 康熙22年才出生的她 比未来老公小了29岁 按这个年龄差来看 康熙都能做小瓜她爸 可那时候人们压根不在乎这些 小瓜虽然出身大族 但瓜尔嘉世自敖拜倒台后 便开始走下坡路 而小瓜她爸充其量也就是个地方官 所以小瓜顶多算个目楼贵族 康熙37年 15岁的小瓜作为霸气秀女 在选秀时被康熙挑衷入宫 大家都知道 康熙时期后妃晋升难度是地狱级 妃子哪怕再受宠 想要有个正式的封号 也只能慢慢熬 就连雍正亲妈乌雅士 都是在生下一个儿子后 才有的正式封号 即册封女 更连说还有一大票熬了十几二十年的妃子 但小瓜就是这么走约 她在入宫后不久便得到康熙的重心 并直接享受贫瘠的待遇 小瓜甚至抓住康熙的心 就等于有了养老保险 于是她凭借着这份宠爱 开始了逆袭之路 康熙晚年最宠爱的女人 究竟有啥魅力 康熙39年 康熙不爱在后宫 尚未得到正式册封的后宫主位中 挑选了三位进行册封礼 其中瓜尔家事被正式册封为和平 另两位和小瓜同时举行册封礼的后宫主位 一位是出身名门 且还是康熙表妹的佟家事 另一位是入宫已经二十多年 且还生下了八个的魏氏 小瓜既不如佟家事有高贵的尊身 和为她称邀的皇后姐姐高官爸爸 更未像魏氏一样升起一而半语 此时小瓜才入宫两年 之所以能和这两位一同晋升 完全是因为康熙的宠爱 虽然瓜尔家事此时已经在康熙心中 有了一席之地 后宫中的地位也水涨很高 但她并没因此变飞扬跋扈 无论是在面对康熙还是后宫的姐妹 瓜尔家事都和她的封号 和一般温和和谐 每当康熙疲惫时 瓜尔家事总是在她身边默默陪伴 总是闲静温和的 康熙也因此更加宠爱瓜尔家事了 在这份圣宠之下 瓜尔家事很快便有了身孕 并在康熙四十年生下了黄十八女 可惜这个孩子在出生不久后便夭折了 此后瓜尔家事也再为淡于子嗣 康熙五十七年 瓜尔家事又与另外五位妃子 一同被晋升为妃 其中除了宣妃和和妃之外 其余四位都是入宫多年 且儿子都长大成人了 至于宣妃 人家来自伯尔吉吉特氏 是蒙古克尔倩亲王之女 入宫的四十多年间 一直享受飞机待遇 这时此时才给正式册封儿 何非能同这人一起晋升 可见康熙此时对她的宠爱没有减少 那雍正和乾隆对瓜尔家事的尊敬 又是怎么来的呢 乾隆最感激的女人为何是康熙的一位妃子 乾隆继位后一直拿自己是黄爷爷康熙最喜欢的孙子来说话 话说康熙六十一年时康熙老baby受老四印针的邀约 来到了雍亲王府赏花 他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了弘历 也不知道是老爸教得好 还是乾隆本人真的天资出众 他哐哐哐背完棘手诗词后 一下就给康熙给惊住了 史书中记载康熙对乾隆那是 见及惊爱 于是在这之后不久 康熙就决定将乾隆带进皇宫抚养 但自己年纪也大了肯定是照顾不过来的 于是康熙便将乾隆交给了和妃以及同家贵妃抚养 虽然最后乾隆还没在皇宫待几天 就因为康熙驾崩被雍正接走了 但他早已和照顾自己的两位妃子培养出了感情 雍正继位后不论是因为面子功成 还是感恩和妃照顾了自己的孩子 总之和妃被尊封为了贵妃 在雍正一朝可谓尊贵无比 等到乾隆登基后 乾隆先是给寡尔家氏加辉号温慧 又在乾隆八年将寡尔家氏尽为皇祖温慧皇贵太妃 此时却惠皇贵妃已经去世 寡尔家氏变成了后宫中地位最尊重的妃嫔 乾隆三十三年寡尔家氏去世 终年八十六岁 乾隆赐世为尊仪皇贵妃 早在乾隆登基之初 他就为两位养育过自己的奶奶 单独建造了一个灵情 这是清朝唯一一列双飞元寝 敦仪皇贵妃的一生 像是紫禁城中无数妃嫔的所有 他们即便有再不凡的经历 在史书上也只会留下寥寥几笔 最终再被人遗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